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我們每次在節目當中 大家分享有時美食 有時我什麼 然後女人要怎麼樣 好像覺得好像男人不用保養 是嗎 錯 好,只不過是女人比較費工 今天有一個保養祕密武器的 男女都可以來保 而且是很方便的哦 是什麼呢 有來賓來跟我們分享哦 首先我們歡迎 先來越來越漂亮的秀琪 哈囉,大家好 好 保養要持之以恆 有好身材 更要有好氣色哦 是啊 好的,另外這位 他有一段時間 他這邊就很注重 怎麼樣讓自己的身體狀況 越來越好 所以進而他就更知道 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照顧任何一個人 那就我們張淮萱 嗨,大家好 動力美肌不是夢 讓我們一起找回自我的自信 好的 好 有一段時間沒看他演戲了 但是因為他就在研究某一些東西 待會兒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介紹的就是我們的營養師 很多的概念 我們開始請教他是非常專業的 簡蕙琦小姐 大家好,我是簡蕙琦 內外兼顧很重要 身體保養好 人就不顯老 真的耶 內外兼具 也就是外在保養 當然差一些保溼防晒 營養的東西 但是內在吃的東西 很重要 有的人 如果體內不太好 的時候很... 長一些有的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好,請問一下 你這樣 比較散 不然比較虛的 很容易 沒聲音 最近比較不容易 對,最近 你這樣子怎麼保養自己 因為我們常常就 收到這個保養 真的是這樣 日夜顛倒 然後偶爾要去加一點細 對,然後呢 你說吃的啦 喝的啦、擦的啦 而且我們現在又要試開頭了 你知道 試開頭 你真的再不找到好的方法 去改善 我真的覺得 以前朋友就介紹 買東買西 拚拚罐罐 從便宜到貴 我們真的都買過 對 誰講說秀琪那個真的很不錯 誰覺得說那個打得也不錯 我們都試過 全都弄過了 但是你知道 每個人的膚質、體質 真的是有差 對 有些人適合 有些人就不適合 沒錯 像我就是比較 它敏感性肌膚 可能對你有效 可能對我沒有效 對哦 對 對 對 我可能買了用一用 過沒多久 又沒有效了 對 好家在 我真的是認識悲懶 悲懶是有一段時間 沒有拍戲 對 我們也是因為拍戲認識 對 聽說你不是說 因為那段時間 皮膚還讓我們都不太好的時候 有人讓你吃什麼東西 我妹妹 你妹妹嗎 我妹妹 我那時候是因為 脖子上面的那個 就是開刀是一條線嘛 五公分 現在比較看不出來 五公分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破皮 結果我在休養的時候 那個破皮 它就爛掉了 然後妹妹就... 其實還是很自然跟我說 你要不要去吃一下 你平常吃那個... 有一個膠原蛋白的粉 然後我就去把它拿來吃了 結果隔天要清創的 隔天醫生看到我說 怎麼密合了 就密合了 我想怎麼那麼厲害 就是吃了... 以前吃我也沒感覺 怎麼會密合了 後來我就開始去 就是探討跟醫生討論 但是最後的結果 不是因為膠原蛋白好的 對,可是也... 但是我感謝膠原蛋白 它讓我有興趣 去研究了很多的成分 然後去了解自己皮膚的構造 我現在連皮膚有幾層 最下面是什麼 最上面是什麼 它長什麼樣 我都給畫給大家看 專家了耶 對,不過我們真正的營養士在這裡 要守住青春 不是只有外在嘛 對不對 沒錯 其實應該說 我們用過很多 像女生最容易是不是就是擦保養品 那是一定要的啊 對,可能每... 我們應該都有經驗 可能保養品用了一個... 可能一個月或三個月之後 會覺得它怎麼效果變差了 早上有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應該反過來看 我們擦的這些保養品 會覺得說它可以讓我們變漂亮 可是我們變漂亮的同時 有沒有發現我們身體其實一直在老化 所以它身體一直在老化的同時 才會覺得說 事實上我用這個保養品 為什麼沒效 不是它沒效 這個問題就來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說 怎麼讓身體的一個老化現象 去做調整、去做改善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對啦 了解一下就是說 肌膚會老化、人會老化 有三個症狀 專家跟我們分享一下囉 主要我們老化的肌膚 大概會有分三個症狀 我們應該是說 第一個我們看 皮膚如果缺水 乾燥發癢 就皮膚有時候這樣抓抓 會癢或者是脫皮 那第一個直覺呢 你們會覺得它是缺什麼 缺水 缺水對不對 可能是膠原蛋白斷裂 事實上其實 這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事實上 如果說當你皮膚缺水 皮膚會乾癢的時候 就是我們皮膚的有一個角質層 裡面有一個成分叫作 它會隨著年紀 對 或者是耳子外線 會導致它的含量會越來越小 對,所以就會引起 就是乾燥發揚的症狀 好,重點來了 第二個 第二個,對 第二個 我想看到那幾個字哦 對啊,乾燥 肌膚鬆弛出現作為 鬆弛 對,這個就最主要可以看出 我們年紀的一個 一個紋路的徵兆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真的是在我們的肌底層 像Bella剛才有說 她的皮膚怎麼分她都知道 原則上 只要我們皮膚裡面的膠原蛋白 在肌底層比較深層的 它如果說斷裂了 這個時候 當然就會產生 皮膚一個鬆弛的現象 或者是一些皺紋的產生 對 好,第三個 也是我們女生最不愛的 可能皮膚會覺得蠟黃 暗沉 這類的 因為我們皮膚代謝 大概是二十八天 所以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或者是老化了 肌膚老化了 這個時候代謝是不是會變慢 變慢 對,變慢的時候 這個時候老肺的角質就開始堆積 堆積久了 當然皮膚就會暗沉了 對啦 肌膚老化 有的時候真的流失太多了 是要補充 對 是要補充 補充什麼呢 對,膠原蛋白大家會聽 我們來看一下字卡 原則上大家膠原蛋白是不是都聽過 可是應該是說 我們在之前 是不是有些網路流傳說 這個膠原蛋白吃了之後 事實上人體是沒有辦法被吸收的 其實這也講對一半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吃的是一般食物 它是沒有經過處理的 當然因為它的分子量非常大 所以原則上有可能是 真的是沒有辦法被吸收 可是現在生物科技很厲害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選用 來自日本的POOG膠原蛋白 這個膠原蛋白它的特別的部分就是 它是屬於 它利用酵素先去水減 水減下來的二生態的膠原蛋白 它很厲害哦 它可以直接通過 直接進入我們的血液中 好,那進入血液中之後呢 重點來了 它可以直接在我們的肌膚上面 我們的肌膚上面 是不是有膠原蛋白 是 好,那膠原蛋白怎麼來的 裡面有一個成分叫作 就是媽媽要生小孩 媽媽如果把它保養得好呢 它生的膠原蛋白就會多 所以這個POOG膠原蛋白 它就會去刺激這個媽媽 對,細胃母細胞的生長 讓它長得更營養 好,那這樣子生出來的小孩子 就會變漂亮 而且其實膠原蛋白 在我們體內的 它長的形狀就像那種菱形格的 一格一格,網狀的 所以當膠原蛋白如果斷掉 或是破裂 我們就會垮垮 它如果全部撐起來 就很像很多人的可能就做 為什麼可以變膨 就是因為它的網狀結構 整個就架構好 像每一道牆都堅固了 然後人就會變得有彈性 對 可是當然就是現在很... 醫美很進步 對 每樣東西還是去再質詢、再了解 譬如說埋線或是... 那都還是有侵略性 對,都侵略性 對,還是有危險性 多了解一下 對,像剛剛有提到 除了膠原蛋白之外 事實上在醫美不是很流行打... 打美白針 對 就是大家都想變白 對,大家都想變白 可是這個美白針應該是說 打了之後 有可能是像它流失還是很快的 它流失非常快 非常快啊 對 真的,放完廁所都沒了 全部一起走了 有的時候去打美白地步 然後你就是不能... 要憋住 憋住 可能要憋一個小時 你都不要上 這樣哦 對 對,雖然它是非常高濃度 進到人體裡面 可是它 它流失也是非常快 所以我們現在... 當然反過來 我們今天既然用打的 當然也是有 那醫美級的這一個美白針 是上裡面有幾個成分 像基本盤會有 或者是B群 和森素C 或者是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流行的 這個骨光甘態 我都叫它 對 對啊 吃的哦 吃的美白針 吃的美白針現在非常流行 是 那這個吃的美白針原則上呢 它有幾個好處啦 這個骨光甘態呢 到底是什麼動作 了解一下 這個骨光甘態事實上 我們每個人都有哦 可是一樣年紀越來越長的時候 越大的時候呢 它的劑量越來越少 所以呢 這個呢 其實有可能身體裡面的GSH 也慢慢變小了 是肝臟裡面的 對 因為它最主要是 之母 重點是呢 骨光甘態 它就是三個胺基酸組成的 骨胺瓜... 骨胺酸 半瓜胺酸 跟骨胺酸 你被它亂了 對 它是由三個胺基酸組成的 重點是 這個呢 成分非常好 是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一般來講的話呢 像我們一般會吃就是... 飲食會吃一些... 飲食中有些毒素 農藥啦 吃一根重金素 對 這個呢 都是在肝臟去做代謝 對 所以這個GSH它最主要就是在肝臟 當你吃這個GSH之後呢 它就有像爪子一樣 去把那些農藥、重金屬去抓住 之後變成是無毒的一個成分 再從腎臟帶出去 所以它才被稱為是 把這些毒素排掉之後呢 氣色變量之外 事實上GSH有個好處 它可以 抑制酪胺酸 這個酵素的合成 它是一個壞人 對,它是一個壞人 對,如果說皮膚有些斑點的話 吃這個GSH 也可以達到一些功效 可以淡斑 有淡斑的一個效果 黑色素沉澱 對,黑色素沉澱 好 那吃水果也可以有好氣色吧 當然可以 對不對 我們一般都說吃水果是好的 對 一般我們平常吃都是一些像 女生最愛可能檸檬 維他命C膏 維生素C膏 或者是蘋果等等這些 事實上它都還不錯 可是現在有一個更好的水果 它叫作 魚乾子 那是水果 它是水果 它是水果 在印度 可是它還滿酸的 很酸 那個魚跟吃撒心魚的魚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水果感覺腥味很重 這個比檸檬還要酸幾十倍 對 好可怕 因為這個魚乾子你看 我們檸檬就已經有點酸了 可是你看它的維他命C是蘋果的一百六十八倍 重點是它的SOD的效果 是蘋果的兩萬四千一百零七倍 所以它的營養成分算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才被稱為是 稱為水果之王 它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它其實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營養素非常豐富 它在身體裡面 像維生素C 我們剛才就像打美白症一樣 它流失很快 它流失非常快 可是這個魚乾子它的好處是 它可以在身體裡面 所以它是二十四小時 在幫我們身體做一個防禦的作用 對 當然它也是跟GSH一樣 它可以去抑制黑色素的一個形成 所以今天吃了GSH 或者是水果之王的魚乾子 它都可以去幫我們做一個 皮膚的光澤 跟蛋斑的這個效果 這兩個都還不錯 那我當然就說 我們肌膚就是要注意 不要讓它有老化 就是當然是這個肉 重要 吃的人都吃豬腳、雞腳 膠原蛋白 還怕胖 你剛剛講的那個... 還沒補充就先變胖 它也膨了嘛 沒有,就是說 有時候嘴饞吃是沒關係 吃到這麼多量也不OK 對 你剛才說的這幾項東西 剛才要吃什麼 對嗎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當然有生物科技的一個 業務室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直接去攝取 好,我們今天有四大成分 我們剛才講到說 膠原蛋白可以有保水 皮膚不要皺紋 還有魚乾籽跟GSH 可以讓皮膚變亮 不要暗沉 除此之外 事實上還有一個成分 也是 這個叫作 這個曬洛莓 對,曬洛莓 這很常聽到 可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它 對 一般來說 像我們都知道說 要保溼就要吃膠原蛋白 對 可是這個曬洛莓是在我們皮膚的 最外層 角質層 在這個角質層室上 它是大概有占了 四十到五十五%的含量 一樣 你如果說今天紫外線照射 或者是一些生活作息 不正常的時候 它慢慢就變小了 所以皮膚最外面的防護層 就不見了 相對的 這個時候就容易去 讓膠原蛋白斷裂 所以 它最主要 它這個曬洛莓 它是玻尿酸的 保水力 是玻尿酸的十六倍 好,所以最主要 它可以讓我們皮膚水潤的關鍵 事實上是曬洛莓 要保溼 事實上是要吃曬洛莓 所以我們就可以 剛才也講 我們會把生物科技的 這個部分結合在一起 就是把剛才所說的這四項東西 對 精油萃取的 一定要精油萃取 才能萃取它的有效成分 我跟大家分享 好 就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身體自我的火化 然後跟肌膚的一個保養 完完全全只能靠自己 對 然後我跟他介紹一下 這什麼 我先跟他介紹 就是平常我就會吃 一天吃一種口味 我跟你們講 其實它有一個很棒的特色 是在於 它 就我吃下去以後 先靠我的舌下吸收 而且可以乾吃 然後又不會結塊 是不是 在外面吃膠原蛋白的感覺 因為以前吃膠原蛋白 會有一種腥味 然後你就會想要去配一點 配咖啡、配紅茶 配別的東西 絕對沒有辦法直接入口乾吃 對 然後再來會結塊 這是... 你看 我做一個 對,它排的 這個膠原蛋白 我們把它倒下去 你看,都是粉狀的 對 倒下去之後呢 來拌拌看哦 在外面很長 你看 我其實很難把它拌開 有沒有看到 它沒有辦法馬上極速的融化 可以看到嗎 一塊的 有沒有 為什麼很多以前吃的 那些膠原蛋白商品 會說 你要把它加很多水 加咖啡、加什麼 就是為了想要讓它沖開 那我現在吃的這不用 它的分子比較沒那麼細 對,這非常細 完全可以通過胃酸 然後不被我們的胃酸給破壞 那一樣全都倒進去 你看 它自己就不用攪拌 這個分子很細 對 因為如果在口腔裡面 我們還有口腔的溫度 你倒到嘴巴裡面去 再配水 它是瞬間不見 就不見了 對 然後我一樣這樣拌 這樣拌,有沒有 它是會整個這樣下去 然後我來挖那個 一整塊的東西 是挖不到的 這個是分子量小 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 對 這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它很厲害就是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 要如何讓我們可以透亮 然後抗氧對不對 抗氧化力 直接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對 這一杯清水 然後我們加優點加多一點 你看 優點加優點 好,加很多了 黑的 就是我們每天的毒素跟色素 在身體裡面它就這麼黑 然後我們來一個 四種成分混合的 它會… 對,然後 看一下 把蒙油粉放進去之後 色素是可以直接被解開的 對 然後還有我喜歡它有一個原因 可以把它吸收 對,剛剛營養師有講 它其實在體內 它會不停不停的運作 所以你看現在已經還原 對 我們在... 太陽在曬 然後它一樣保護我們 再繼續 所以形成了自我的防曬 對,它可以持續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魚肝子 它可以在我們身體裡面 持續的作用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外出的時候 它在身體裡面 就可以不間斷的去做抗氧化 這樣子就可以不斷的去做一個 不要讓黑色素沈澱 在我們皮膚上面 是 全家大小 全家大小都可以了 我們全家大小都在吃 我們日元 我女兒 安妮 我們日元 因為女兒前陣子在期中考 然後她又感冒 那就是沒辦法專心的念書 我就讓她早晚就各吃一包 對 可以提神 提神 感冒就昏昏沉沉的可以提神 考試才可以好準備嘛 對 然後維他命C 讓它可以趕快好起來 對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來,試試看 對啊 就是這種感覺 其實應該說 要在你乾吃的時候 就可以喜歡的東西 非常的獨特 對 而且兩種口味耶 是口味不一樣 所以顏色不同 其實裡面是... 而且我喜歡它的... 它的顏色就是那種 Tiffany來 會是女生喜歡的 可以直接這樣來 它就酸酸的 可以乾這樣子 對,然後就有一點檸檬酸的味 很像維他命C的感覺 對 這個我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特別去圓選一下 它的食材 對 吃下去 他們才會放心 對 我們現在... 因為食安事件的問題嘛 所以現在大家會比較擔心 我們今天吃的到底 除了要漂亮、要健康 那到底是不是健康呢 這個時候當然我們就選擇 就是有一些認證的 也要認知一些檢測 這比較重要 對,像一些SGS 重金屬的檢測 不含西藥檢測 還有不含大腸桿菌的 這些檢測 還有農藥 因為我們要排毒嘛 所以本身它也不能有農藥 這個必須要經過 這一系列的檢測 這樣才確實是說 這個產品是安全的 是安全的 然後我們再看到 作物很愛 他女兒也很愛 我跟你講 包裝時尚 回收可以再利用 我跟你講,這防水的 你髒的可以擦 真的 我女兒已經把它拿回去 然後放他喜歡的小夾子 小飾品 你看哦 如果吃完之後 我把它拿起來 我覺得是還不錯 因為一般的保養品 它很像沒有做到這麼的... 這麼的高崗 很累耶 對 沒有這樣合成 要收藏任何的東西 重點就是內容物很重要 據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還是要付出一點想法跟心力 才能維持住 盡量維持青春 青春跟健康 我覺得說 只要你願意付出的話 你找對方法 就會讓你的生活 展現很不一樣的活力 然後人就是要有自信 要有風采 所以你如果能夠用一點心意 你就可以讓自己越來越幸福 付出自信 這個很重要 對 對,謝謝你們的全家一起 真的 我自己變漂亮 大將 因為我老公小孩也變成好 對 媽媽其實很重要的 一家之主男人也很重要 對 好,要做好保養哦 而且這保養很簡單 出門就帶一包 對